红蕊 这么急什么事啊 是不是病情恶化 我去找曾大夫 莫白 不是 我没事 那是什么事啊 是佳麟和少文的事 我说之前 你一定要保持冷静好吗 佳麟怀的孩子 是少文的 红蕊 这种话不能乱说的 莫白 我知道你一世之间很难接受 我也是啊 少文是我的儿子 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的难看一点都不比你少 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少文亲口跟我承认的 说他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他说他没有办法面对你 少文跟佳麟 那是多少年前的老皇帝 他们两个怎么可能呢 看来 我们都小看了初恋的分量 你想想 佳麟怀孩子的时间 差不多就是 少文刚刚回国那几天 你不再去了新加坡 我又住院 这么多年 你跟佳麟都怀不上 可是你刚一走 少文才回国 佳麟就怀上了 难道天底下 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 太太太太太太 老爷 连贵没关系的 少爷的事情 不必避讳老爷 说吧 是 太太 我查到少爷跟陈小姐 优惠的地方了 还是当年佑异村那房子 佑异村 是 莫白 在这件事情上 我身份很敏感 也不好多说什么 要不 你跟连贵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吗 请 张老板 我一下很敬重你 佳麟能跟你一起 按说是她的福分 我们佳麟她不懂事 但孩子是无辜的 君子有成人之美 这可是影响到孩子一生的幸福 请 如果你能成全他们 我替家里谢谢你 一替我早逝的父母 谢谢你 前进 谢谢你 陈大师 我来一下